究竟要賣多少個公仔 才能買得起為港伊花景的山頂豪宅 這個問題或是尖榮江家族可以告訴你 由青衣那邊海 數個來為港 最近位於山頂路吉道 25 號到 26 號 AB 的雙年屋地邦室 整個地盤面積是 31,544 平方呎 現狀起了一棟兩層高的住宅 總實用面積是 11,487 平方呎 沿路走過來其實都很美景 在這間大屋擺滿了股東傢俬 名畫 很具一個歷史氣息的大屋 這間大屋以現狀交手 或者以公司股權認識轉弱 這個物業由玩具廠家及資深的投資者 尖榮江家族持有和一路自用自金 整個物業在1999年 用 7680 萬買入了 劉仁吉道 25 號 之後再用 6,800 萬買入隔離 26 號 AB 的屋地 總投資當然是 1.45 億元左右 24 年過去 現在市值就是 13 日 每方呎樓面地價 11 萬 1200 元 這個價錢怎樣看呢 你可以對比一下隔離路吉道 27 號屋地的價錢 原先那個屋地由海漢集團持有 它在 2019 年以 5.5 億元的價錢賣了出去 每方呎樓景地價大約 4 萬元 現時賣的劉仁吉道 25 號或 26 號 AB 足夠貴了差不多 3 萬元 13 億元的價錢是否真的物有所值 我們來講一講 大家好 我是 Lewis 這個頻道最主要講什麼資訊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地支持一下 先講劉仁吉道的地段 全個地段只有 11 幅住宅地 而當中只有 4 幅地面向維港外 是可以看到世界三大夜景之日的維港煙花景 而現時賣這塊地皮就是其中一幅 以景觀來說是相當罕有 講起這個地段 不得不提 劉仁吉道本身是一個禁區 大多數要申請一張禁區字才能駕車 而且這條路比較受遊客或行山人士歡迎 如果在這駕車通常都會遇到一個人車駕路的情況 最遺憾的是本身這條路大概只有 2 米闊左右 所以走起來都頗驚艷 不過劉仁吉道 25 號至 26 號這兩塊地有點特別 除了劉仁吉道這條路 還有另一條車路可以出發 而這條車路反而是少一點 就是俄仁吉道山路轉入劉仁吉道這條路 如果你說車路由這邊下來 這裡的闊大約 2 米左右 一輛七輪車可以進來 然後就進入一個金色的大門 兩邊應該會開開後就進入房子 現在這房子有兩層 實用面積是11,000多呎 整個地盤可以拆開後再重新建造 下面一定聽到 上面有住宅 他比之前劉仁吉道 27 號 在路權上他絕對有優勢 這樣算起來他貴的 27 號是很正常的 雖然貴到三倍 我也覺得未必贏 我覺得大概八、九萬左右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當然都要看屋主願意購買出來 事實上 現時在山頂同樣地段購買的 康庫山道 15 號 這房子本身就有場地正常主席買下來 現在就被銀主收樓 現時就以招標形式發售 如果給到十幾億的話 反而隔離15 號這房子更加吸引人 你們又覺得呢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雷成 我們下期見 拜拜